新书快报 我是七鸟书店店长珊珊 我是周韶华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书是 一个人的京都夏季游 是由日本作家博锦寿创作 博锦寿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作家 而且他好像也被人家称为是京都通 那这本书是夏季嘛 它是不是其实有一系列的出版物呢 我先介绍博锦寿这个人 他其实是在地的京都人 那如果有在读京都相关的书会发现 其实京都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正统的京都人 跟住在可能郊区的京都人 那住郊区的京都人 他不敢说自己是京都人 他如果说他是了 那么其实会引起一些正统京都人的意思 他怎么会这么说 就是京都还保有一些古代 可能皇室传下来的想法等等 这非常有趣 那从京都这本书可以延伸到很多 日本的作家所创作的书籍 像是京都的平热 讨厌京都都是我非常推荐的书本 那这本博锦寿 他创作的书籍 他其实总共分成春夏秋冬四个季 春季已经出版了 那我们现在进入到夏季 我自己为什么要推荐这本夏季呢 因为一般人都觉得 京都就是要赏音 或是秋天去赏风 可是我在看这本京都的夏季游的时候 我反而推荐京都要夏天去 为什么 他其实开头说 夏天走在京都街头 光想就觉得热 从额头低落的汗水 擦也擦不完 还会热到头昏眼花 为什么京都还这么的 有十足的魅力呢 因为这种时候的京都 是最日常 你可以感受到真正的京都 对往常啊 春天啊秋天啊 都是塞满而人 反而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京都的人 他们为了要避暑 为了希望有一些凉风 所以他会展现出他京都真实的一面 柏锦授在这本《一个人的京都》当中 他提到的夏季 旅游的方式是不是也有吃喝玩乐 各种方式都是以夏季为主轴呢 我看了这本书 所以我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 我才去了一趟京都 我真真真正的想要去感受一下 柏锦授提到的京都的内容 像是他说 即使只有一缕微风吹过 卢维拉门 竹帘 布帘 还有庭院种植的棕榈树叶都会随之摇晃 让人得知风的踪迹 看见摇晃的竹帘 人也跟着凉快起来 那他把被风看见的这个学问 告诉你就是 或许并不需要依赖冷气 而是一种心性自然量这种体悟之道 那他也介绍了两条的散步路线 适合夏天来走 然后呢 他也说所谓的美雨季节 六月份的雨季 你可以感受到真正便服的京都 所谓便服的京都就是 博尸之粉 就是不像可能春天啊 那么娇嫩 或者是秋天啊 那么萧瑟 它是有另外一种 让你可以看到 非常全面且日常的京都人的生活 哇 我觉得在地的这个京都人 所写的书果然不一样 他在这本书里头光看目录 你就觉得 他里面好像也有讲到 这个京都 如果在夏季的时候 有分不同时节 不晓得不同时节 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好玩的 也许您可以推荐的呢 我觉得夏天 到京都这个地方去走访 那一般人呢 他们都会去一些清水寺啊 或者是像哲学之道等等 但做的其实在书里面 提到的是像二条城 二条城他觉得 这是夏天可以去行走的路线 那我自己这次去 我也有去走 的确感受不一样 因为他特别的宽阔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庭园 各方面就是从太阳的照射之下 有一些独特的美感 我觉得这要当地的人 或者是我们特别去前往的 这个时间你可以感受到 那在我们清早的选书员 有一位李清智教授 李清智老师也是看完了这本书 那他为这本书写下推荐语 同时他春天去了 他现在其实人在夏天 也在京都 那他也特别提到说 有一部电影叫做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你约会》 他这部电影是在京都取景 他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京都相遇的美丽 还有在里面坐地铁啊 小两口牵手越过鸦川的跳石 都是非常重要的景点 那他觉得他也推荐 如果无法去京都的朋友 可以看书看看这部电影 你会有感受到他一千两百年的历史 跟在老房古寺的一种绝代风华 这是在地京都人 博锦授所写的《一个人的京都》 那讲的是夏季篇 那其实我个人对于旅游 都是很在意吃啦 我想这本书一定也有讲到 蛮有趣的吃吧 您都过去了 你有没有印证到哪一个吃 是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呢 我觉得如果有去他们 他们其实非常懂得观光的一些介绍 像你如果去蓝山嘛 当然就是一定要吃豆腐 你可以从吃豆腐里面感受到 冰冰凉凉的快感 还有一些他们在地手做的一些小甜点 还有他们的冰淇淋啊等等 我觉得都是你可以感受到消暑的感受 是炎炎夏季啊 不是只有流汗 然后让心情很烦躁而已 如果是到了日本的京都 也许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梁的境界哦 那最后再为我们介绍一次 这个作者还有这本书的书名吧 好 他的作者是柏锦寿 书名叫做一个人的京都夏季游 我是青鸟书店店长珊珊 我是周韶华 欢迎您下一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这一集呢 无论是怎么办 本书是一个人的京都 在这一集呢 没问题